很多chill每次去反手的时候 都忽略架拍的重要性了 也就是球拍在底下 然后直接一拖刀就这样轮了 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打好这一个反手 所以你们移动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架拍的动作 这个架拍就是一个V字形的架拍 就是我的大臂和我的小臂 会形成一个V字形的架拍 然后让你可以更好的去找球的同时 蓄力也就是你准备的时候 你看你有V字形的架拍 你可以很好的蓄力 然后一到位了以后直接发力 就击打了 所以它的感觉是这样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